布林肯在台湾问题上攀台了 想逼中俄外交切割 大家好,我是卢中成 在美国财长耶伦访华无果之后 这几天又轮到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访华了 不论是当前南海半岛局势还是中美关系 布林肯的访问其实外界普遍是不太抱什么希望的 这几天就如外界预期的一样 布林肯是来势汹汹 他刚落地就强硬的给中国摆了一道选择题 逼中国对俄罗斯进行外交切割 日前布林肯访华的第一站放到了上海 我们中国这边的态度 在布林肯一下飞机的瞬间就已经有所表现了 和上次耶伦一样 就简单的安排了人员接待一下 既没有隆重的仪式 也没有象征性的地毯 说白了 美国这几年的一系列表现 已经无法取得中国的信任了 某种程度上来说 这次让布林肯过来 很大概率就是想看看美国佬 他又能憋着什么坏 用环球时报的描述来形容 叫中美聚焦的议题和诉求 有不小的温差 你看看 说得很委婉 其实通俗点讲 那就是聊不到一起 只观的说吧 这次中美对话 在没有见面之前 双方的博弈就已经开始了 之前华盛顿邮报也提到 在布林肯没来之前呢 就开始放消息 说要针对中国的一些银行进行制裁 和对付俄罗斯 类似啊 说是要将中国的一些银行 踢出美西方设立的 SWIFT跨国结算体系 但是这个事情 我们之前聊到过 美国如果他敢做 那对美元全球地位来说啊 会是一个致命的打击 之前美国拿这个制裁俄罗斯 就引发了后面一连串的全球去美元化进程 而如今我们中国作为全球最大商品制造国 如果美国敢把中国提出 以美元为核心的跨国结算体系 那就相当于是让美元失去了最大的锚定点 说难听点 他几乎就等于是自杀 而美国国内的智囊团啊 上一次吃了大亏 这一次他不可能不清楚这个制裁的后果 既知会如此 那就只能说明了美国人就要拿这个事情 当一个底牌向中国进行施压 施哪一方面的压呢 近期的近期峰会上的信息就能够了解一二 美国串通另外六个国家 紧盯所谓的中国援助了俄罗斯武器装备 进一步说吧 美国在试图串通六个国家向中国极限施压 逼中国和俄罗斯进行外交切割 分化中国之间的外交关系 为了这个战略目的啊 美国甚至不惜在台海问题上提前摊牌 在布林肯飞往上海的头一个晚上 美国众议院共和党团会议 秘书长麦克莱恩就串访了台湾 要知道这个动作和布林肯访华 它是同步进行的 一头来和我们中国大陆谈判 一头又去台湾岛这边搞事情 甚至还故意释放出错误的信号 刺激岛内的分裂分子 这相当于也是在给我们中国大陆政府一个暗示 如果我们不让步 那么台海问题会进一步的严峻 坦率的说啊 美国现在对华战略也好 对俄罗斯的战略也好 已经陷入了一种路径依赖 美国当前的领导团队呢 全部都是冷战或者冷战末期过来的人 已经习惯性的按照冷战模式 用高压用军事威慑用军事联盟等等方式 想要达成目的 但问题是美国它已经不是当年的美国了 我们中国更不是当年的中国了 如此下去恐怕只会加剧中美之间的矛盾和裂痕 而目的是中国无法达成 外加美国国内形势的彻底恶化 我们就得需要警惕美国人突然发疯了 好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 感谢各位收看 下期再聊